台灣的綜藝界女神許維恩日前以一席華麗的古裝 現身了新東家的簽約記者會 新東家也為她打造了華人全能影視女神S計畫 那許維恩也表示自己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要面對接下來的滿檔的工作 那她到底接下來有什麼樣的工作內容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性感女神許維恩日前出席入主新東家的簽約記者會 化身擁榮華貴的恩貴妃 以一席輕功古裝亮麗現身 宣布風光嫁入新東家 許維恩一進公司就被封為貴妃娘娘 可說是集三千寵愛於一生 新東家不僅為她量身打造華人影視全能女神計畫 也將製作三部戲劇 兩部電影以及一張唱片 讓許維恩的演藝事業更上一層樓 貴妃 今日可不跟大家提一下 今天盛裝出席有感覺特別的不一樣嗎 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講話都變慢 是嗎 重重呢 很重 我現在頭應該可以斷 面對接下來滿檔的工作 許維恩則表示 她已經準備好接受挑戰了 並透露自己最想演出的角色居然是乞丐 我最想挑戰的是當乞丐 然後可以躺在地上跟紙箱啊 我想做這個比較特別的東西啦 對啊 不過事業滿檔的許維恩 感情狀態似乎還沒有播雲見日 之前被拍到與前男友Kid一起出遊 以私過夜 媒體問起兩人是否有意附和 許維恩則婉轉的回答 愛情啊 我的事業就是我的愛情 這樣回答OK齁 沒有啦Kid對我來講還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對我覺得大家在工作上還是會互相幫忙 我就剛好在春風的生日的時候 就剛好出現的時候 就被拍到了 對 面對兩人附和說 許維恩語帶保留的表示順其自然 近期的目標將誠心放在工作 掌握好自己的事業 從中秋風已經不知可 然後再來一次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